来 接下来我们来修改这个 比如说这个 你看一下 这个点在资本门的这个 我现在点这个 第一格好了 这不是个箭头吗 这边可以选耶 老师 假设说 我想再增加个新的项目怎么办 我现在点到这个 这个看起来更多一点好了 一样 差不多 你看一下 用途类别这里 当我点下去 本来就512 513 514 521 老师我想再增加一个 522 那怎么办呢 来 首先你点它 查 这个资料哪里来的 在哪里查 资料里面的 资料验证 加 你们看到 这里的名单从这里 来放大一点来看 位置在哪里 AF4到AF9 OK吗 AF4 这叫绝对位置喔 来 接下来 好 就在这里打什么 AF4 诶 没看见啊 为什么 都在这 它 有没有看到 跳到这里来了 再一次喔 我再打个AF4 A F4 按电子给你看喔 它跳到哪里 那这里被收起来 按右键 要按右键 把它做什么 看见吗 它其实躲在这里啦 AF4的家 你看见吗 喔 老师 这里怎么会黑黑的喔 为什么它们黑黑的 因为目前是在这个工作秒 叫分页预览 这是正常模式啊 当你点这里的时候 有列印的地方 才会变这个 没有列印的地方就变黑黑的 这地方叫做列印的模式喔 你看懂吗 为什么它们可以变黑黑的 正常是大家应该都长这样 然后它把它切到这里来 这样看起来就更神秘一点 在这个模式下 就会显示列印的什么 才会显示什么 页嘛 这第一页 如果下面还有第二页就出现 那你把它切到正常模式来 来来来来 我再加个 放大一点吧 老师 我再加个项目呢 5 2 2 来 我打个 随便打个Apple就好了 5 2喔 所以这一格是到AF多少了 10 对不对 已经有了嘛 所以你得来这里 刚是在这里吧 然后跟它说 跟它怎么说 到多少 110 你看见吗 确定 所以下次再回到这里来的时候 这样点下去 这个点下去 才有5 2 2的Apple可以选 你要不去修改啊 刚才修改的时候 跟你讲了几个地方 它预设模式是切换到这一颗啦 这一颗如果没有列印的地方 而且它做了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把它隐藏起来啦 它把这一堆什么 从这里到这里 不要给别人看 按右键做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有一堆灰色在这里 躲在这里